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今天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豪门之后 出生于名门望族 外表美丽之性 品学兼优 并嫁到另一个世家 成为贵太太 但她同时也是个非典型的豪门之后 从小在同辈中 都是个贵太太 都是不惹眼的那个 独自在国外求学 为学术吃过不少苦头 结婚第四年 丈夫遭枪击 38岁开始创业生涯 这个结合传统特质 和另类选择于一身的豪门之女 叫蔡依珊 1979年出生于台湾 爷爷蔡垂碧 靠海运生意发家 爸爸蔡绿峰接管家族生意 并创办红豆石斧 所以其实 蔡依珊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三代 蔡依珊有一个姐姐 一个哥哥 姐姐蔡依伦是台湾著名主播兼名媛 哥哥蔡独青 鲜少在媒体露面 但她的妻子被称为 微腾传物千金的林木杰 在社交圈却颇有名气 因蔡家经营的 红豆石斧名声在外 姑嫂三人被台湾媒体称为 红豆帮名媛 但这其中蔡依珊的画风 一直略有不同 姐姐蔡依伦号称台湾千金帮帮主 在多家电台担任主播 又是家里老大 从小到大 无论在家里还是家外 都是注意力的中心 蔡依珊则不同 从小喜欢读书 被家人戏称为书呆子 每当家中有宾客来访 她都喜欢安静地坐在角落 当一个旁观者 高二时 家人把她和哥哥送到加拿大读书 大学考入世界顶尖学府 加拿大迈吉尔大学 毕业后又考入美国布朗大学读硕士 并取得生化硕士学位 蔡依珊的求学生涯 也少不了辛苦 她如此描述那段时光 一步出门外 伸一口呼吸 鼻子里的水分瞬间冻结 实验室位于高山上 我小心翼翼踏在一层又一层的黑冰上 有人跌倒 也是司空见惯 靠着对学术的热爱 从小没吃过苦的蔡依珊 凭借努力和坚持 获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 如无意外 博士毕业后 她也许会投入生化行业 发光发热 成为一个财貌双全的高管 当公主遇上王子 黑夜变成了星空 就像童话故事里一样 公主长大后会遇见她的王子 2005年的夏天 在一场朋友的生日宴会上 蔡依珊遇到了连战的二公子 连胜文 公主的美貌与财情 让连胜文心动不已 一见倾心 刚刚结束和侯佩存那段 不了了之的恋情 连胜文形容遇到蔡依珊的那刻 就是暗沉的黑夜 马上转为灿烂的星空 但是公主并不好追 尤其是得到公主家人的认可 太难 蔡依珊的姑姑 蔡惠妹 嫁入蒋家不久 就经历了蒋校五病逝 32岁就变成寡妇 如今过着膝下五子的半影居生活 这样的先例 让蔡家亲友团反对小公主 再次嫁入政治家庭 乖乖女的蔡依珊 也听从家里的话 很少和连胜文往来 平日里连胜文发短信给她 也很少回复 有一次 连胜文发了一条自己觉得非常感动的短信给蔡依珊 内容是这么写的 这一生没什么机会给你更深刻的认识 祝福你 希望你快乐 开心 可是蔡依珊也没什么表示 反而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 面对蔡依珊的冷淡回应 连胜文反而越挫越勇 身边的朋友也不断发挥神助攻 终于因为一次机场事件 两人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当天 蔡依珊的朋友要出国 希望能打个招呼 就让连胜文在机场等一下 估摸着30分钟就到了 没想到最后连胜文等了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的等候让蔡依珊觉得 这个公子哥为人诚恳 这才决定给他追求的机会 过五关斩六将之后 连胜文终于抱得了美人归 2007年的1月 两人举办婚礼 习惯了简朴大方的蔡依珊 没有大肆操办 但这却是迦南见过的 最精致脱俗的婚宴 勤俭走的就是简约峰 虽然都是海归 但十分遵循老一辈的习俗 文定宴上有以南瓜克出的 两人生肖 鸡羊百事 并有两只小蜜蜂代表 早生贵子 这代表着连战夫妇的心愿 现场满满都是 蔡依珊最爱的玫瑰花 一对新人在玫瑰花墙前 演绎了一番最萌身高差 婚纱上没有繁琐的绣花 简单的剪裁 搭配大气的珍珠首饰 欲发衬托新娘 人美气之家 换上红色旗袍 蔡依珊仿佛是从海报上走下的美人 那般精致 婚后 蔡依珊依旧享受着连胜文满满的宠溺 两人最甜蜜的动作 就是贴脸 曾有一位长辈透露 光在连家一天 两人至少就贴了二十五六次 这是他们爱的标志 婚礼现场名流云集 除政界人士外 郭台铭 刘嘉玲也结伴前来 成为当天一个颇值得一说的翻外瓜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外界才注意到 原来蔡家除了大姐蔡依伦 嫂子林木节外 还有一个学霸二千金 在台湾所有的名媛中 蔡依珊的私生活 是最少暴露在眉光灯下的 她从不在人前炫耀生活 若非要出现在镜头前 多是为了慈善 为了家人 从不是为了自己 在被媒体记者拍到的照片中 蔡依珊永远保持着最美的仪态 从来没透露出一丝不满 看着她的笑容 仿佛冰山都要融化 这样的笑容和性格 和她的成长经历分不开 在蔡依珊前半生中 几乎有三分之一在国外度过 就连小时候读的学校 也是台北美国学校 该校培养出的学生 都像张爱佳 因其这般散发着知性气质 蔡依珊结婚后就没外出工作 享受着连胜文的宠溺 和家庭的温暖 但是当她的身份 从红豆公主变成小莲夫人 意味着身上肩负的使命变多了 她只有更努力 更有担当才能对得起这个名号 所以蔡依珊后来成了连胜文的王牌 甚至出现了连胜文是否参选台北市场 由其美女老婆决定的报道 在31岁这一年 过着一番丰盛生活的蔡依珊 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冲击 2010年11月26号 武都选前之夜 连胜文到新北市永和区永和国小 帮竞选市议员的好友陈红元站台时遭到枪击 左脸侠被击中 子弹贯穿左脸 但索性没有伤到脑部 没有生命危险 听闻此事 连战夫妇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对着镜头强忍泪水 蔡依珊虽然憔悴不堪 但却彰显了独当一面的霸气 她依然坚持投票 一直强调 不会向暴力低头 连胜文受惊吓 不敢独处 她就在医院租一张小床陪着 然而在坚强的外表下 其实蔡依珊十分恐惧 四年后再说起当时的心路历程 她还是眼泛泪光 浑身不舒服 即便如此 她却依然有勇气去回忆当年的一切 只是为了希望得到和平 希望连胜文是台湾最后一位 因为选举而受伤的人 趋势当初留下的心理阴影太过沉重 蔡依珊反对连胜文再参加政治选举 可是当连胜文宣布参加台北市长竞选时 这位好太太还是选择帮丈夫拉选票 连胜文在外头跑行程 蔡依珊则在家里看新闻 掌握渔情 连胜文回家后 她还会讲讲想法 甚至跟连胜文说 你今天这样讲 哪里好 哪里不好 将来不爱抛头露面的蔡依珊 后来还亲自上街拉选票 有支持的鱼饭坚持 先洗手再握手 她还小声说 也不用洗那么干净了 为了让连胜文有更大的迎面 蔡依珊还放弃了加拿大的国籍 可以说她是用实力诠释 什么叫做支持老公 虽然最后连胜文竞选没有成功 在接受媒体专访时 蔡依珊一度泪崩 说自己是很不温柔的人 但非常珍惜连胜文 她有理想和抱负 她就全力支持 除了在选举上是连胜文的好帮手 更多的时候 她是一位贤内助 家庭永远是她的第一顺位 接儿子上下学 是她最爱做的事 张子连定节第一天上幼儿园时 就是爸爸妈妈一起护送的 做起饭来也是有模有样 做意大利面的手法很专业 连公公婆婆平时都对她的厨艺赞不绝口 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 夸赞儿媳妇的好手艺 仿佛蔡依珊得到了全世界的疼爱 圆满的就像童话故事中的 Happy Ending 蔡依珊如天使般降临 无论面对幸福还是争议 都一直嘴角向上 把温暖的爱如春风吹洒到这个世界 婚后父亲二人感情美满 连胜文甚至被称为 台湾四大怕老婆典型之一 另外三位是马英九 李安 胡志强 蔡依珊也一如既往的保持低调风格 只有在需要给丈夫站台的时候 才出现在媒体前 2010年 连当年连胜文遭枪击 头部重伤 索性无生命危险 她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没事 我没事 赶快通知我太太 我没事 多年后 蔡依珊回忆起当初的种种 仍难眼激动 我记得那一天电话响 我就赶紧去接 我知道她在服选 我接起来 她就是讲那句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然后电话就断掉 回播就不通了 但很多时候选择了什么样的伴侣 就意味着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即便是被惊吓到多年难以释怀 但四年后 连胜文决定参选台北市长 继承家族的政治衣钵时 蔡依珊也毫无怨言的支持到底 扫街败票 尽职尽责 这次竞选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连胜文承认竞选失败的讲话上 蔡依珊眼含热泪 后参选时代的蔡依珊也没闲着 日常画风既是买菜做饭的温馨主妇 也是照顾两个儿子起居的好妈妈 照顾老公的身体健康也不在话下 毕竟理性工科女一出手就不烦 帮助老公调整饮食 让连胜文瘦了26公斤 是公斤哦 比之前瘦了很多的连胜文 两个孩子也渐渐长大 蔡依珊多了自己的时间 2017年年底 她走上了创业之路 类型是结合了她 工科学术背景的食品方向 蔡依珊多次表示 创业并非玩票 各环节亲力亲为 社交平台上 基本都是和创业相关内容 付出得到了回报 到2018年10月 产品的回购率已高达6成 除创业外 蔡依珊也热心工艺 参与各类工艺活动已超过10年 在台湾这个家庭观念 非常传统的地方 这个声约豪门 又嫁入豪门的学霸 没有按照他人预设的剧本 当一个花瓶太太 选择继续 发光发热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 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